新唐人舉辦的漢服俊男美女校園選拔出賽 上個週末下午在台南大圓百熱鬧登場 20位日圍選手除了展現培訓成果 主辦單位也將選出前10強進入決賽 現在先帶您看到他們培訓時的辛苦點滴 日圍漢服俊男美女選拔賽的選手們 各個背部貼牆先站個20分鐘 因為要先通過貼背的基本訓練 才有機會穿上傳統漢服 貼牆站立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不過困難全寫在臉上 我覺得很痠 很痠 還可以嗎 還可以 好不容易第一個基本訓練過去了 接下來要挑戰的 是模擬穿上漢服走秀的美姿美衣訓練 回來了之後媽媽回來了 從神情到手指 每一個細節步驟 老師都嚴格要求 對第一次接觸漢服的選手來說 感受特別深 要注意美的身體的地方 看起來很欠港 但是就是沒有美那麼久 對 現在我 真的沒有進入了 一直之間都抓不到的感覺 短短三個小時的走秀培訓課程 選手們走起台步來 已經有模有樣 剩下不到24小時 6月1號的初賽即將登場 這20位入圍選手 究竟學習的成果如何 誰又有機會進入前十強 拭目以待 新唐人亞太電視李晶晶整理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